作者,红社库尔斯克乌克兰,最近可谓注视不顺,人倒没了喝水也塞牙。 俄乌海上冲突后,乌克兰军队集结在东乌前线,打击东部的签额武装,其后,方也没有得到安宁。 1月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宣称,2018年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门,共阻止了八次由极端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而自2016年以来,共策划了28起恐怖袭击阴谋。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称,这些恐怖袭击多来自ISIS和基地组织的分支。 这些组织的恐怖分子,从中亚以及俄罗斯车城自治共和国等地,使用甲证件渗透进乌克兰,在乌克兰策划恐怖袭击。 比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称,在2018年11月,他们就发现了在首都基辅的极端组织武器贩预渠道,并将其摧毁。 这足以证明了恐怖组织对于乌克兰这个不太安稳的国家的威胁有多么大。 俄罗斯两次车城战争后,虽然彻底击溃了车城武装的阻力,但是那些不安分人员开始化整为零,并与基地ISIS等极端组织融合,成为新的恐怖分子。 而中亚地区的这些恐怖分子,在俄罗斯受到了严厉的击捕,不得不转移阵地逃亡国外,导致周边国家恐怖威胁也由此增大。 乌克兰就是一个倘强者,极端组织之所以选择乌克兰作为新的突破口,主要原因还是乌克兰国内政局部闻。 东吴暂时又牵涉了乌克兰政府的大量精力,使得其对一些偏远地区的控制力下降。 乌克兰近年前西方趋势明显,反而太不坚决,使得其难以在反恐工作中,和俄罗斯情报部门和反恐怖门合作,这些漏洞都让恐怖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而俄罗斯也乐于见到恐怖分子,从自己国家转移到乌克兰。 所以,一个国家的稳定是任何事情的前提。 俗话说国之降乱必有夭,乌克兰从2014年开始,由于政府的一系列无貌举措,不但使得东吴和俄罗斯与虚离心见增,最终爆发了东吴战争。 那些曾经的反恐精英,金雕特种部队,被所谓的政治精英们,要求当众效会,使得乌强力部门和军队业葬失信仰。 这些保障国家安宁的部门被自费武功,才使得乌克兰国门大开,极端分子得以陷入国内策划恐怖袭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